昨天国务委员间外长秦刚在萨玛尔汉主持召开 中俄巴伊四国外长阿富汗问题第二次非正式会议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伊朗外长阿布图拉西洋 巴基斯坦外交国务部长西纳出席 秦刚国务委员表示 四国外长阿富汗问题首次非正式会议以来 作为地区涉阿协调的核心力量 中俄巴伊四国通力合作 有利保障了阿富汗局势平稳过渡 新型事下 推动阿富汗问题政治解决 因摒弃冷战思维 阵营对抗 坚持安全不可分割的原则 标本监制综合施策 以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友好对话方式 引导阿富汗塔利班温和稳健施政 中俄巴伊四国要团结合作 推动国际社会加大对阿富汗社会安全问题的关注 助而有效应对恐怖威胁 并同所有恐怖势力实质切割 鼓励支持阿富汗作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 帮助阿富汗增强造学能力 融入地区经济 这次四国外长会议取得积极成果 达成系列重要共识 一是重申尊重阿富汗主权 独立和领土完整 支持按照阿人主导 阿人所有原则 决定该国政治前途和发展道路 二是关注当前阿富汗设恐安全形势 敦促阿富汗历史政府采取更多可视性举措 兑现遏制并坚决反恐的承诺 瓦解消灭所有类型的恐怖组织 防止阿富汗领土被任何恐怖势力利用 采取有力措施 保护外国在阿富汗机构和公民安全及合法权益 三是呼吁阿富汗执政当局 组建包容性政府 保护包括妇女儿童 少数族裔在内的全体阿富汗人民基本权益 四是强调美国及其盟友 对当前阿富汗困难局面负有历史责任 应立即解除对阿丹边制裁 立即归还属于阿富汗人民的海外资金 不得在阿富汗及本地区再建军事基地 五是呼吁国际社会 继续向阿富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帮助有效禁毒并发展替代种植 增强自主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六是支持一切有利于阿富汗问题 政治解决的外交努力 支持国际社会 特别是联合国 上海合作组织 阿富汗邻国外长会 莫斯科模式等机制 发挥实质性作用 会后秦刚国务员还回答了记者提问 他指出 阿富汗塔利班上台执政以来 曾多次强调 要尊重和保护妇女权益 我们期待这些政策能得到落实 希望阿塔重视国际社会的关切 与有关各方通过友好协商 解决相关问题 国际社会应全面平衡客观地看待阿富汗问题 阿富汗问题需要一个综合系统的解决方案 只有社会稳定 安全可控 经济发展 女性权益 才能得到根本保障 中方主张国际社会继续帮助阿富汗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 持续提供人道和发展援助 通过对话沟通 引导推动阿富汗温和稳健施政 从而有效保护包括妇女儿童少数族裔在内的 全体阿富汗人民基本权益 秦冈国务委员表示 美国在阿富汗的失败是多方面的 一是军事失败 武力征服并未换来阿富汗片刻安宁 美军占领的20年 是冲突和动乱的20年 二是政治失败 美西方民主改造水土不服 阿富汗内部民族和解问题 延荡至今 三是反恐失败 美在阿富汗越反越恐 巨压恐怖组织 从20年前的个位数 增加到如今的20多个 留下了巨大的安全黑洞 军事撤离并不意味着撇清责任 美方不能对当前阿富汗人民的困苦 坐视不理 阿富汗被强扣的血汗钱 必须尽快归还 希望美方真正从这段历史中汲取教训 尽早改弦更张 既不要动辄以西方标准 评判和干预其他国家制度 也不要图谋在阿富汗和地区 重置军事力量 更不要知恐用恐